共佛 共佛最重要的 就是一杯水 它那个水不是给佛活的 它是表发的 水代表心 水要亲近 水要平 所以心要亲近 心要平等 它就像镜子一样 能把外面境界 找得清清楚楚 明白明白 所以佛的心就像水一样 真心 动摇了 染无了 那叫忘心 那叫阿赖耶 我们六道众生 乃至十法界的众生 都是忘心 当家做主 真心 真心不见了 没有想到有个真心 实际上真心跟忘心 是一不少二 谁在静止的时候 就真心 在波动的时候 叫忘心 谁真忘 是一不少二 那这就为什么 佛家讲这个修持 功夫 就是在禅定 就是叫你心定下来 你看 就看清楚 听也听清楚 六根 六根对着外面境界 言尽色 而闻神 鼻 嗅香 舌肠胃 身体 借出 意 意识 意念 意念 能想前 能想后 能想过去 能想未来 他的功能最大 所以成为六根 言尔鼻舌身意 借出外面境界 动了 心动了 那就你了 要怎样 不动 清清楚楚 像水照动 照得清清楚楚 水没动 像一面镜子 如果有洞 洞是很小的 波澜 那不是大浪 那么我们如果有分别 有执着 就切风浪 对于四世真相 越来越不清楚 越迷越深 修行 修什么 在哪里修 就在生活当中 从早晨起床 到晚上睡觉 眼睛看的 耳朵听的 就在这上练 这是真正的成定 注意点下的 练 练什么 练不弃心 不懂 这个做不到 做不到 练什么 练不分别 不执着 这个也做不到 也做不到 也都要做到 换一句话 你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 执着一年比一年轻 分别一年比一年少 这就叫有功夫了 如果学佛 学了多少年了 六根结束 六层境界 外头境界一动 你心就动了 你就起分别 起执着了 你没入佛门 你学到佛的是皮毛 是知识 佛经里面所讲的 境界智慧 你丝毫都没有站到别 佛法的修行 行是行为 齐心动念 是意的行为 言语口的行为 动作是身的行为 行为错误了 把它修正过来 叫做修行 在哪里修呢 在生活才能修 工作当中修 厨师带人 接物当中修 学了正观用 中国言语 有一句话说 当局这谜 旁观这亲 为什么当局谜了呢 当局有自己 切身厉害关系 他的分别执着特别重 所以容易迷惑 见不到四十人 旁观的 这个境界与他不相干 他没有德式厉害在里头 他看的就比当局的人 看得清楚 有厉害在里头 没有厉害在里头 佛教给我们 一切事跟我们没有厉害关系 一切现象 一切现象 假的 不是真的 你就看得特别清楚 特别明白 这叫什么 叫神智慧 佛法的教学 是叫你断烦恼 开智慧 消息 过去 没地在里 没地在里 感谢观看